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你不能靠警察 它一紧 对 台湾就很常发生 对呀 我跟台湾就过去了 直接胸口就顶在警察面前 然后警察也跟他顶回去 对 其实这非常危险 对呀 这合理吗 在近距离的状态下 不管他持什么武器 甚至拳头啊 直接攻击警察 其实在如果没有这样的距离的话 其实都非常危险 所以美国他们就有特别针对这个去规范这样 对 台湾来讲 其实就真的蛮常看见的 像我们之前有个学妹 他就比较尬词比较好 然后他就会比较有勇气 然后上次就发生也是喝醉酒 然后一男一女 还带着一个小孩这样 然后那个爸爸就抱着小孩 然后后来我们就冲到门口 因为在门口他在计程车 对 他们坐计程车 然后他在闹市 我们就感觉大家一起冲到门口去处理这样 对 然后那个学妹就很有勇气 尬词很好 就往前站这样 然后后来就稍微吵起来嘛 然后那个男生就一直在那边怎样怎样 顶他这样子 对 然后 就是用他的胸口吗 对 男生喔 他顶女警官 他顶喔 然后后来女警就顶回去 哈 怎样 然后就直接呛回去这样 好凶喔 就感觉很好 可是他们几乎已经就是 已经贴在一起了 贴在一起了 超凶悍 胸口的胸口 已经是那种偶像剧张 整个脸贴在一起这样的状态 对 已经快贴近了 然后后来 后来那个男的就抱着小孩嘛 因为他喝醉酒就有点ㄎㄧㄤ 然后后来他就突然就是 手就这样乱挥一下 然后就打到我们女警 就是削过去 对 就是削过去啦 没有很大力这样啪过去 后来我就 我已经有站在正旁边嘛 这应该要出手了吧 对 我第一个反应是什么 知道吗 我把他手上小孩直接抢走 不对吧 为什么是抢小孩 没有小孩这样蛮危险的 没有啊 小孩抢走之后啊 所有人就把自己压在地上去啊 没有小孩你就要被扁这样 对 因为他抱着小孩 我们总不能把他连小孩一起抓 对啊 超危险的 对啊 所以我们就直接 我就第一个想法 我先保护小孩 其他人看到那个 看到那个按钮 按下去之后 小孩不见了嘛 按钮就登 然后所有人就冲上去 直接压在地上 不是吗 你的那个神主还不见了 对对对 能跪就跪 能压就压 开扁的 四肢就直接脱 然后压在地上 说实在这个嫌犯 他这样子去顶女警 不只有胁迫的问题 性骚的问题也会有吧 都有可能会有啊 对啊 都有可能会有 但是后来我们还是就是用 医那个保护管束的部分 就是喝醉酒疯狂闹事 这部分去把它做管束 对啊 我想聊一下 阿姬警官你的那个 格斗搏迹经验 真的是相当精彩 真的吗 你练过包含什么类型的武术 其实他其实 我从国小嘛 小学的时候就练台旋到10岁 然后就一直练练练 国中就每天都在道馆嘛 上级有两 然后再来高中的时候也是有练 但是可能没有那么勤劳 对 可能没有那么勤劳 然后到后来就想说 大学毕业 不是还没毕业 高中毕业 我要去考哪一间学校 那时候就报名 传播戏剧跟体育戏 哪后啊 你有觉得这三个东西 不太相同 不一样吗 差很多吧 但不是都ENFJ吗 你的意思是所谓的 跟我一样 我也是很跳 你其实是警官 有一点演艺的成分在吗 对 就像这样吗 就把警察变演艺剧 当然不是啊 那时候就想说 就是正常的科系 不太想念什么 国文系 中文系啦 外文系啦 对 然后数学系那些 我自己的那个树里方面也没有很强 跟我要文科的 所以那时候就读文组 对啊 然后后来就对这些比较有兴趣 因为自己高中的时候 有参与一些话剧的演出 学校话题 对啊 然后自己那时候也有当一些 比如说福少团的团长 对对对 就是福伦少年服务团的部分 然后也办过一些活动 就觉得 都好像都蛮好玩的 你很适合康辐射的角色 对 因为我从小到大不是体育股长 就是康乐股长 我觉得ENFJ都适合 真的 你们两个真的超疯的 对啊 我高中那时候老师 冲灰射 对没错 那时候高中老师就说 我们班 不然你就当体育股长好了 康乐股长好 对对 然后后来就一直当 一直当一直当 然后中间有一次没当 你知道为什么吗 为什么 因为我太吵了 然后 不是 我太吵了 所以同学就说 不能让这么吵的人 不当风际股长 所以全班就投我当风际股长 有道理 我也当过风际股长 让吵的人当风际股长 那你整个学习都非常崩溃好不好 然后每次同学就说 你自己讲话自己激自己 激自己 自己激自己 然后后面自己画一堆症这样子 对对对 为什么一直被 每个人大家都在呛风际股长 对 每天都被呛 然后后来又再继续当康乐股长 对 为什么会讲到这里 因为我们在讲格斗警员 格斗警员 对对对 从讲那么远 好 对 后来那时候就想说 再去报名警专吗 因为家里蛮多军人跟警察 对 就想说 那警专也去报看看 对 然后没想到警专就上 然后屏东教育大学体育系也有上 因为那时候英文考差了 英文考差了 高师大体育差一分 台义大戏剧系也差一分 对 然后民传传播 世音传播也都差一点点 对 几乎都是差那个英文的分数 对就差一点 英文是你的罩门 对对对 是学册吗 对 学册啊 对没有军标 没有军标 还好啦 对还好啦 就刚好差一点点 对对对 那时候高中其实 因为我国高中就说 就是在念体育 所以英文 也没有特别去注重 对 但后来有特别去加强吗 有当然有 因为要考警察二级 第一次考英文29分 29哦 对 然后后来第二次考56 然后第三次考61 哦不错不错 就一直往上 有往上 对对一直往上 你是有找到方法是不是 对啊 就是稍微就是读一些文法 然后去阅读一些英文的文章啊 影音什么之类的东西 就增加一些语感啊 你是硬去学的吗 还是自己本身就是对英文 就完全没兴趣 可能有点硬学吧 但如果现在 叫你来一个English conversation 你是有办法的 啊不行 可能是这一点点啊 发音也没有很好这样 对啊 但是基本上的沟通会话 其实都可以啦 像比如说 常常有外国人来报案 或是仪式什么东西 对对对 同事都推我出去这样 都少听得懂 对都会 就至少一点 基本的绘画 都 其实一点点都OK 是一定要推警大的出来吗 不是啦 那时候也还没有考上警大 嗯 对啊 也没有考上警大 但至少知道这位同仁是听得懂的 对至少听得懂 然后可以沟通这样 对对对对 其实我觉得英文程度差不多 到这样子就OK了 因为英文它本来就是要个沟通嘛 对啦 说实在你那么会写 那么会写文法 对啊 外国人根本就不在意你文法 对啊 而且外国人他英文说不定也不是他母语啊 对啊 对啊 你讲那么多文法 他就说 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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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hat are you talking about 来考试根本不知道文法怎么写 对啊 所以我后来都觉得文法并不是那么重要啦 对啊 然后 还好 然后所以后来啊 就是 景专嘛 就去想说 景专在台北 嗯 好 那 每个月还有一万五千零六十块 现在涨价了 一万七的样子 哦 零用钱 每个月啊 对 每个月有一万五哦 你不用缴学费哦 不用缴学费他给你零用金 不用火食费 不用食宿 好好哦 跟那个军人一样啊 对啊 也是这样子 就读两年就这样了 都不用钱 然后想说 好啦 景专在台北 那屏通实在太远了 对啊 又很热 因为我是台北人嘛 然后你台北人 就是屏通我那天 那时候暑假 哎 六五六月吧 好像去面试 嗯 去面试哦 热到爆炸 热到爆炸 你知道吗 对 真的不行 对 而且你台北住久了 你去屏通你会觉得什么 对 你会想淘淘 对 对啊 然后后来就想说 好啦景专在台北 那就念景专好了 这样 对 没有想过要重考吗 我觉得你 传播系 蛮适合对不对 差一分 对啊 可是那时候就想说 重考可能会很累啊 那时候就想说算了 那就去念看看景专好了 将就 也不算将就啦 因为那时候 有点 那时候其实很难考 对 今年其实 就景专吗 对 景专今年录取率有 基本上会破50 加上被取的人数进取的话 男生会破50% 50% 你的意思是说两个就一个 对 行政科的话 哦 对 因为今年 今年报名人数好像大概 呃 4000还是5000左右 但是录取快一半 哦 那时候好考 对 会变得比较好考 哦 是哦 对 啊我们当年是 一万三千人报名 嗯 然后录取大概一千多个这样 哇 对啊 所以录取率大概接近10% 哦 10%多一点 对 差很多 对 而且就像刚刚讲 呃 上一集有讲到吗 就是警察现在其实没有那么好 说是铁饭丸 嗯 对啊 因为年改啊 然后跟这些制度的修改 对 对啊 然后就变成呃 大家可能不晓得当警察 想要去往科技业发展 嗯 确实 对 像 然后那时候就去 读警钻嘛 对 那警钻就会学柔道啊 嗯 对 然后就开始对 哎 另外一种格斗技产生兴趣 嗯 跆拳道嘛 然后再来就柔道 嗯 然后毕业之后就想说 哎 可不可以开拳馆 因为那时候还蛮盛起 到现在更夯了 对 现在更多了 拳击金牌 林玉婷 没错 对 再来录一下 那我想知道 你练这么多种 不同的格斗的之间 拳击还有散打 对 他们到底这些部分 有什么大的差异 因为说实在一般人 没有很了解 你有看过 林玉婷 嗯 在踢人吗 对 没有没有没有 没有对对 拳击基本上只有手 只有拳头可以用 OK 不会有头锤 对 不会有肘击 不会有肘击 不会有踢击 所以拳击只有手 哦 OK 他只能规定一走的方式 踢足球 拳用哪里踢 都可以 只要不是手 对只要不是手 它是不是手的运动 头手脚身体 任何一个部位都可以踢 对所以每一种比赛的规则 都会不太一样 嗯 OK 然后再来散打 就是有踢打 甚至摔 哦 OK 再来柔道的话 那散打有包含请记吗 没有 没有 对 什么是包含请记呢 请记就是柔道柔素 OK 就是包括请记的部分这样 对 还有自由波及 对 自由波及就是 基本上就是拳 拳啊 膝跟腿 嗯 OK 基本上这拳枝没有肘的部分 哦 对啊 限制这么多种类似的 对限制很多 再来就是泰拳 哦 泰拳 大家说很凶残 对 肘疾 因为其实肘削到脸 肘疾很可怕 肘疾会直接爆开 对啊 会直接裂一痕 要去缝的那种 对啊 鼻子这样尻到 其实整个鼻骨会歪掉 肘啊 是人体最硬的地方 对啊 肘疾下去真的很可怕 对 所以我们肘疾有很多种啊 平走 杂走 挑走 转身走 太多太多 太多走 我们没办法理解 对没关系 对啊 变化很多啦 对所以每种格斗剂 它如果全部综合在一起 OK就可以叫综合格斗了 哦 是这样子啊 啊柔道基本上就是只有摔啦 跟关节剂 然后还有请剂的部分这样 那你这样 这些格斗经验对于直勤 是不是你觉得有实质上的帮助呢 蛮有帮助 蛮有帮助 因为你比较知道 怎么去把人家重心放倒在地上 对 然后甚至遇到危险的时候 你比较知道怎么去控制安全距离 因为我们的步伐其实很快 对啊 从小是练跆拳嘛 对 跆拳就是要控制 控制你跟他的距离 对 而且跆拳的距离更远 嗯 它是脚的距离 我们是脚的距离 拳击是手的距离 对 通常拳击比赛 它是保持一只半的手臂 嗯 OK 这个距离大概是他们的 比较舒适的距离 对 跆拳的话是一只半的脚 一只半的脚 所以综合格斗 综合格斗基本上也是一只半的脚 去控制那个距离 嗯 对 啊加上跆拳道比较多花式动作 嗯 可能会垫步啊 对啊 什么360悬梯有的没的 对对对 所以有时候会拉更远 哦 所以我们控制距离的时候 就更好去控制 嗯 对啊 人家要冲进来 你就稍微踹它一下 它就飞走了 对啊 难怪 对于执行上 你很常用到这些东西吗 蛮长的 像我之前就是抓那个 我抓过蛮多种 嗯 先一个一个讲好了 来 抓过那个一个外籍移工 菲律宾的 嗯 超壮 有没有超壮 外籍移工都蛮重的 90公斤哦 然后大概170左右 嗯 90公斤170 那个肥胖 蛮壮的 不是肥胖 我觉得这个是金壮 那个是金壮 然后那时候就半 呃 大概12点左右 然后就去在我们辖区嘛 就看到一个人 这样走过去怪怪的 就是情绩可疑 这样钻来钻去 然后我就一靠过去 他就一直想要走 他就一直想要走 然后就一直拦着 欸等一下等一下 怎么了 怎么了 怎么怎么了 他就他就不讲话嘛 他就一直想要走掉 他说等一下 然后他就突然 就是手就开始挣扎 对 然后我就直接这样扣住他头 这样就可以扣住他头 对就直接手 就顺势从脖子后面 直接这样扣住他头 OK 扣住之后我就没有放开了 对 OK 然后同事哦 同事就往这边喷辣椒水 啊 好险哦 我的口罩跟安全帽 对啊 都戴着 好险 不然直接喷到你 不然我一定会重 你也只是在那邊流淚這樣子 對 所以我就這樣一直壓 一直鎖著它 我從它到底有沒有放開過 然後鎖鎖鎖鎖鎖 然後一直鎖到地上這樣 然後它就掙脫不了 對 因為它脖子比較粗 所以鎖得剛好鎖得很緊 對 鎖在這個位置 如果脖子可能比較細 比較容易跑掉這樣 有可能 對 然後後來我們就回去 它辣椒水噴到 超級辣 連手都會覺得辣 你以為皮膚不會嗎 我們那時候回去 我辣了六個小時 是假的 到睡前洗完澡 我想說怎麼還在辣你知道嗎 後來我們就想說 到底是熱敷冰敷還是噴酒精 還是幹嘛都沒有用 沒有用 應該沒效果 我同事他說他幹嘛 他跑去泡牛奶 泡牛奶 我就知道 泡牛奶你知道嗎 結果他說好像還真的有點 應該有效 因為它溫和的那個效果這樣 就像你塗辣椒糕一樣 你說那個燃燒脂肪塗辣椒糕 一模一樣一模一樣 但你這樣子扣著它的頭的時候 它真的是完全沒辦法反擊的狀態嗎 對 沒辦法 它可能就是推啊 掙扎 但因為它沒有出手攻擊 它如果跳呢 它沒有跳 因為我扣得很緊 脖子那邊基本上很難呼吸 對 就夾得很緊 但我不至於說把它熱到不能 對 不會熱到完全 血液不循環 熱到不能喘氣 那其實很容易發現 如果真的熱到它暈倒 其實它全身會無力放斷 對 忽然間沒力 對 會瞬間沒力 這就是很明顯 其實那時候只要稍微推它一下 它就會醒來 很像睡了一個大漠出醒的感覺這樣 它就是讓你血液忽然就不能循環 沒有到大腦 對 忽然又通了這樣 對 忽然就通了 那後來那個到底怎麼樣 後來我們就把它五花大綁 因為壓在地上 同時就手先靠起來 後來手靠起來之後 我們再把他腳靠起來 對 後來就這樣 他就只是一個義工會 對 他就這樣 他就這樣啊 可是你還不知道 他到底做了什麼 對 因為他有掙扎 跟一些 比如說他有扭打推擠的那些動作 對啊 那時候我們不知道 他到底為什麼會這樣攻擊 不算攻擊 就是為什麼要這樣拒絕我們盤查 然後加上他有一些反抗推的動作 就當作妨礙公務這樣子 對 我想說為什麼要這麼極端 對 我們也沒有很極端啊 只是說他為什麼突然要掙扎反抗 然後有推啊打啊這些動作 那你們在執勤的時候 是怎麼去看一個人 他們到底有沒有嫌疑 因為我說實在如果是我 我如果忽然間走在桌上看到一個警察 我也會緊張啊 然後我說哪邊做的不對會怎麼樣 為什麼他要朝我這邊走過來 怎麼去判斷 通常最容易判斷就是他看到警察 突然就眼色不對 眼神閃爍這樣子 對 神情緊張 對 這時候就可以 但是以後看到警察想要被查 我就這樣他就會查我了 對 有可能 非常有可能 你可能就突然走在人行道警察騎過去 突然就往那個 突然就往電站衝進去 對 他就會下車追你了 假的 對啊 下次試試看 好下次試試看看 對 下次試試看 這就是所謂嫌疑的 對 有時候就是警察第六感啊 對啊 你又沒事 你幹嘛突然會這樣散 然後跑啊這感覺 對 這是第六感 然後加上我們會去觀察人的長相 長相 尤其是稀毒 你們還會看臉相 看面相對不對 對啊 我們都有 就是你只要去搜尋啊 比如說吸氨肺炭面的人 臉長什麼樣子 吸海洛因的人臉長什麼樣子 不一樣喔 對 會不太一樣 會啦 如果你長期使用的話 那你看一下 我應該很合理吧 這個應該一表人才 對 我還好吧 對啦 還好啦 還好啦 可能不常用而已 什麼東西 外丟了 外丟了 那我想問一下 你執勤的項目還包含了哪些呢 執勤的項目 其實我們執勤 當時剛因為 在基層派出所嘛 當過很多種勤務啦 對 最基本就是 值班 再來 就是坐在那個辦公室這樣 對 坐在那邊等民眾進來 或是接電話 民眾報案這樣 就在那邊櫃檯吧 對 櫃檯啊 但是進來 欸 你好 歡迎光臨 不會講歡迎光臨 不會講歡迎光臨 當然不會講歡迎光臨 他臉都超臭的欸 對 很多警察 為什麼 我自己其實偶爾啦 可能性情不好的時候也是會有一點 欸 請問什麼事這樣 就是不會太 不用太客氣啦 不會太客氣啦 因為其實 大家說是人民保姆嘛 可是警察 也不是服務業啊 是執法者 是啊 對 但是其實人對人的基本尊重還是要有 對啦 就至少不要說欸 幹嘛 衝啊 對 衝啊 什麼事 就之類的這樣 不要把態度壓拉得太高這樣子 對 至少不要把自己就是高跟低 然後去做一個區域 對 這樣其實你在不平等的狀態下去 去對話 基本上不會有好的結果 確實是 對 所以基本上值班啦 就是考驗你那個 你的溝通能力 還有你要傳達命令 人家報案 或是民眾打來 報案也是你要接電話 對 接電話你要跟人家講解釋啊 什麼發生什麼狀況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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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然後 好 民眾報完案 你可能就要說要通知線上的員警 去處理現場 對啊 這時候也要通知員警 啊就是常常發生 值班的員警跟巡邏的員警 講不清楚 對 吵架 對啊 常常會有啊 或是可能他把值班台做爆了 怎樣做爆了 做爆就是 你懂我意思嗎 你就說 案件量爆大 案件暴震 然後巡邏的就會很煩躁 那個人太旺 對 那個人太旺 所以為什麼說 為什麼什麼警察啦 或是那個護理師啊 就是值班台啊 都會放乖乖 消防局也是啊 會放乖乖 放在電話上面 對 放在電話上面 對 可能會放一排啊 甚至放一圈什麼 哈哈 啊 有人不知道為什麼 他就是屁股 大家都說他屁股特別炸 屁股熱這樣子 對 就是特別容易爆炸 像我之前也有炸過一次啊 就什麼什麼 一個小時裡面三件切刀案之類 然後還有三件車禍這樣 哇 一個小時內 對啊 可是那個 就是有時候偶爾還是會發生 那就是肚丟啊 肚丟就肚丟 對啊 這個好像沒辦法 對啊 這就沒辦法 還有什麼樣的知情內容咧 還有很多啦 巡邏嘛 巡邏 巡邏是最基本在路上盤查 領檢啊 或是處理案件 簽巡邏表 再來啊 就是守望 守望就是交通指揮的部分 但是守望還有另外一種 對啊 交通指揮是警察 或者是疫情之類的 沒有沒有沒有 都有 通常疫情會比較站出來 然後警察比較 躲在後面 在旁邊 可能控制燈號啊 或是躲在旁邊 對 不一定 抓一下違規 很難講 有時候會抓違規啊 有時候可能剛好有看到 疑似酒駕 會稍微盤查一下去看一下 這樣 所以主要工作還是交給疫情 他們去調整 不一定 你要看時間啊 對 有時候可能沒有疫情 警察還是要出來指揮啊 對啊 警察還是要出來指揮 要不然有時候交通大亂 有時候更能 有很多人根本不聽疫情 的指揮 真的會嗎 有些人真的不會聽 是喔 因為警察站出來會不太一樣 會啊 對 會不太一樣 看到鶴槍實彈的 你自己會是不是 我會覺得他是不是 是這個疫情 你怎麼 真的我會這樣 看人低欸 沒有看人低 我只是說 喔 他不是警察 他不會開 他不會開你 對 對 對 我紅燈右轉一下 沒差什麼 然後警察就在後面等你 警察就在旁邊 剛好他們是配合好 對 配合好 前面先演後面抓你這樣子 超笨 然後再來還有 比如說零檢 擴大零檢為主 對啊 就可能有每個月 或是一個月例行 一兩次的那種 那就是大家聯合起來 派出所聯合起來 然後去分局開會 然後執行擴大零檢 OK 就去KTV啊 夜店啊 酒店啊 那種啊 就去看到一陣仗的 打飄警察進來 對 就是那個時候 那個我聽人家講的 都是說什麼保護費 曉得不夠啊 或是什麼 才會忽然間 一群人這樣衝進去 其實現在應該比較少 這種狀況 現在應該比較少了 對 我自己也沒接觸到 到底什麼保護費的東西啊 那個也不知道幾十年前 對啊 但很難講 私底下發生什麼事情 我們也不知道 那內部的事情 根本沒有關係 對啊 啊 再來就是 我們平常還會 這個情區查查 那是什麼 查戶口聽說嗎 查戶口 對啊 以前都叫 現在還有嗎 現在還是有 怎麼查啊 但是不會說真的啊 就是挨家挨戶去查 不是說換新的人才會來嗎 對 就是 你可能會去查 以前我大概小時候 很小很小 我有聽過 我們家被查過耶 我們警察還要我們家拜訪 對 以前都會說 關窟耶 嘿嘿嘿 就是要關窟耶這樣 對 那現在都基本上 他比較不會那麼 頻繁的去查啦 就可能是 偶爾說 上任之後 比如說你接任這個 警情區之後 你就會先去查 里長 林長 還有你轄內的 治安顧慮人口 什麼毒品啊 槍炮的啦 這類的 認識一下 對 認識一下 看他們在幹嘛 他們的電話 稍微留一下 發生什麼事情 可以找他們 或是他們可能定期要報到 對 或是有記事人口 就是他們可能出獄之後 還在獵館 這部分都會去做了解 那一般的其實就還好 可能就是社區的保全啊 總幹事這種 稍微了解一下 發生什麼狀況 隨時可以通知你 就去稍微拔弄啊 獲取一些信任啊 發生 比如說 常常有人吸毒 他就可以趕快通知你 說這邊可能有人吸毒 像我以前 我以前管一個社區 對 你們不知道有沒有1000戶 那個社區 每個月 幾乎都發生過一些案件 毒品案喔 要嘛就是毒品 要嘛就是那個賭博啦 以前我還沒接之前 還被查過什麼幾十支的長槍 長槍 對 長槍 太誇張吧 對呀 以前我還沒接之前 一般社區欸 對呀 那不 因為是三重啦 其實 抱歉 爸爸在三重 山頂坡的啦 其實 地靈人節你知道嗎 地靈人節 交通四通八達 你要去中山區 五牧區 都很近 五牧區你知道是什麼嗎 霧區是什麼 臨聲啦 臨聲 就八達區這樣 對 蠻多人就是 台北市可能租金櫃 就直接住三重 過個橋就到了 很近啦 不用幾分鐘 所以三重不是因為 它本來就聚集了很多人在 這樣的地方 所以才導致三重 其實三重有一個問題 就是它以前 它是全台灣宮廟最密集的地方 大小神壇宮廟什麼 真的喔 之前統計 有人在那邊算什麼 一兩千間啊 非常多 大小大大小小 很多啦 對啊 其實在這個制度 因為以前很多三重是雲林啊 什麼嘉義那邊 來工作 對工作 可能台北市太貴嘛 他們就住三重這樣 對 然後就開始落地生根 然後開枝善葉 久而久之之後 久而久之可能就是 傳承一些習俗下來 所以為什麼我常常說 什麼三重爐桌八家角很多啊 就是這個原因造成 但其實 其實文化沒有不好 重點是誰讓那個文化變 對啊 誰讓文化變得不好 讓大家變質的感覺 因為其實宮廟文化 我不覺得它有問題啦 而是在執行的這些人 為什麼要這樣子做 對 就像常常有繞境 對 一定會有繞境 嗯 每個都 修帕 嘿 修帕喝啤酒 對 抽菸不戴安全帽 就一大堆啊 每次繞境的時候都有一大堆啊 對啊 還在那邊騎著車 然後抽著菸 然後不戴安全帽 然後在那邊騎 對 我們都要搜整啊 搜整可能會覺得還要開單什麼的 真的會抓這個嗎 對還是會 這個應該抓不慎抓了吧 對啦 因為其實真的太多了 但還是會搜整起來 然後 呃 如果有 呃 有開單的必要 還是會去做開單啊 嗯 對啊 要不然真的一大堆一樣 說真的 那個宮廟如果繞進那個 長一點的話 嗯 那個真的整條都是 對啊 我 我 三重我不知道啦 但我知道我們家那邊 因為我是大甲來的 哦 那個更 更厲害 那個更厲害了 更厲害 那真的是不知道該怎麼抓起 對對對 對啊 我想說三重應該也是一個 蠻厲害的地方 對啊 繞進處理不完 那我想知道你的執勤的部分 有沒有包含 護送 重要長官這個事情 哦 人家特種勤務啦 一定有吧 那是什麼東西啊 像三重我剛剛說啦 三重就是 四通八達 嗯 對不對 都已經 所以啊都會經過 嗯 快速道路 對 對 要不然就是來三重 比如說一些宮廟去做拜訪 對對對 對啊 然後就是 就是過年春節常常來 那個易天公常常 那個總統 副總統 然後每次過年 你看大年初一就來拜拜 嗯 所以大家就要全部出動 對 可能還要停休 嗯 他只要過年來 還要停休 你如果放第一梯的人 第一梯就是可能除夕夜前兩天 加上除夕跟大年初一這樣 第一梯的人全部還要停休回來 OK 回來上班了 好麻煩 好累哦 所以大家都說 大家會常常講啊 拜託啊 他們不要那個過年的時候 去拜拜走宮廟行程 一定會走的好不好 對啊 可是一定會走啊 對啊 可是到底為什麼 為什麼要叫警察去做這件事情 因為你要執勤就是 保護現場安全 加上交通的那個疏導 哦 對 因為那個其實 萬一真的發生什麼事情 那誰待得起 你們待得起啊 對 加上如果 他們通常總統身邊有國安局嘛 或是一些保留總隊的一些 警察特勤人員嘛 可是人數一定不夠啊 啊你地方又是地方比較熟嘛 對 所以地方才會去做特勤的路線安排啊 然後他的 比如說他到牆之後車子要停哪裡啊 然後我們要怎麼去疏導啊 哪邊路口要擋 哪邊要開紅燈 哪邊要開綠燈什麼的 要去做阻擋啊 也怕有民眾 很多抗議民眾嘛 可能會衝出來啊 可能就要事先去掌握說 欸誰會來抗議啊 很熟 先注控一下 先調查好了 地方遠景先注得第一線這樣子 對啊 所以才會有這種狀況 就是警察去執行特種 請問保護這些手掌啊 那這樣子 當警察的人 EQ是不是都要很高呢 對啊 因為常常會有民眾啊 報案啊 或是他遇到很多糾紛的部分 嗯 因為真的會吸收到很多負能量的部分 那請問你們警察都怎麼排解這件事情呢 對我來說 其實我自己沒有太多負能量 我覺得你一定沒有欸 因為你是ENFJ 我覺得他EQ率很高 有時候會覺得齁 你唯一的負能量就是 把場面吵得太熱了 哈哈哈哈 有時候太嗨了 受不了我我覺得 有時候會受不了我 你可以冷靜一下嗎 沒有 繼續嗨的 因為常常上一些通告節目嘛 然後會自己Cue流程 這人還被余美人罵過 一定的吧 怕過喔 不是罵啦 他就說什麼 喔你還會自己Cue流程啊 我不知道 到底是這樣走的這樣子 真的沒有罵啦 就是剛好就順著流程 那你自己本身EQ算高的嗎 我覺得我蠻高的啊 就是遇到事情 比如說民眾在吵架 你可能要用你的腦袋 去處理這件事情 不是用你的情緒 去處理這件事情 對啊 對不對 如果你沒有腦袋 你只有情緒的話 那事情就會越演越烈了 而且有些時候 你在發生爭執的時候 講理 其實有時候 並不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你剛才先做的事情 是先緩和大家的情緒 大家情緒上來的時候 沒有人要講理啦 對 對我就是想跟你吵 對 因為我最近啊 因為我是室內設計師 我們在裝修 在敲牆壁 我最近也要裝 你也要裝是不是 下波之後再來談 好好好 我們先聊那件事情 我們在打牆壁嘛 打牆壁你很吵 對啊 整棟龍 因為它是大樓 全部連結在一起 一打 公正效應 然後隔壁那一個跑出來罵 隔壁那一個它是白天要睡覺 晚上要工作的人 我一聽我就覺得說 那你應該是做博弈類型相關的東西這樣子 然後我覺得他可能那一陣子也做得 不是很好或怎麼樣 一來就臭臭臭 然後就開始一直罵這樣子 現在跪掉了 對對對 然後我其實那時候也有點火了 我就想說 你不要跟我罵這個東西喔 我就覺得說 你到底現在這時間來罵 跟我罵這些東西 他說什麼 你白天這樣工作 還要不要讓人家睡覺 然後我就跟他 完全無理 我就想說 啊我不白天做 難道我晚上做嗎 就是我這樣解釋給他聽 他完全聽不進去 因為他就是狠氣 對 後來是我請業主來 業主是一個女生 然後他比較能夠去 hold住 緩和他的情緒 因為女生比較柔和嘛 對不像我們這樣子 那你們這樣的狀況的時候 會不會有時候派女警上去 會不會比較好 有時候很難講 真的 有的報案人 尤其火氣大的 不會把女警放在眼裡 有些人真的是這樣 是 那甚至要叫我們什麼派出所主管來 主管有這個人 很常這樣啊 就是所長啊副所長 他很像去餐廳一樣有沒有 對叫你們經理出來 對 對啊 就很多人喜歡這樣子啊 然後有的人啊 可能有的學弟妹看起來比較年輕嘛 或是有人baby face 二十幾歲看起來 看起來很嫩這樣子 二十幾歲很嫩 這種有時候 這個民眾有時候根本不理他們講話 對 然後還會講到說 欸叫旁邊那個老學長跟我講就好了 菜鳥去旁邊 不想跟我那麼菜的講這樣子 對 他們每個都常常會有這種狀況發生 這種狀況這很麻煩欸 對啊 所以其實你eq要夠高 真的 你eq不夠高 然後就不要這樣數弱 或是你的法律知識常識啊 淫不過他的時候 你就會被他說 喔你是菜鳥去旁邊 對 我其實看很多那個警察跟民眾爭執的影片 嗯 然後有很多情況是警察 他的eq真的很高 他就是怎麼罵他怎麼搞他 他就是不為所動 對 最近很多嘛 對最近很多 我就看會說 哇你怎麼在這樣的情況下 他還可以維持這樣的情緒水準 應該是習慣 喔 因為如果你每天開單好了 嗯 一定每天喔 都有人跟妳罵 開10個至少8個會跟你罵 喔 啊那兩個可能就是一個是乖乖的 嗯 一個是稍微啊警察先三拜託不要 奶一下的那種 奶一下那種 啊通常有的齁 其他8個可能是奶一奶之後就說 啊開就開啊 怎樣啊 要不要多開幾張啦 啊那個我那個怎樣 你有沒有要開一開 就發現 更小燈出去 然後到時候變10張罰單 最近就有一個 喔對我看到一長條這樣子 對對一長條 對 又一直罵 對啊 有時候反而造成自己麻煩 對啊 因為你其實 你的機車啦 其實有很多違規狀況可以去抓 啊比如說你的燈壞掉啦 比如說你呢 有一些小改裝啦 比如說你後照鏡沒有裝啦 對 對啊 比如說你那個 那個方向燈啊 不會亮啊 都有可能可以去 很多小東西都可以裝 很多小東西都可以去抓 只是看他要不要做 看要不要而已 對 對啊 那這對於民眾的這樣惡言相向 怎麼樣保持理智 你自己本身 我自己喔 念佛經 不會啦 我就會順著他的意思啦 或是稍微不理他一些啊 就讓他去罵 忍處理他 先忍處理 其實是最好的方式 因為其實他根本自己 自己一個人也吵不起來嘛 也是 一個巴掌拍不響 對啊 你就不要負荷他嘛 對對對 他狡猾你就當作沒有聽見 對啊 然後就把你該做的事情 做完 你要不要簽 大家常會說 你要不要簽名簽收 你不簽的話 我就寄給你 對 然後基本上他不簽就算了 就走掉了 就不要順著他的方向去 對啊 我也遇過他簽完之後 他直接撕掉啊 他可以撕 可以啊 那他的 那他的啊 他就直接撕掉啊 對啊 然後就很生氣就走掉 我也不理他了 對啊 你要撕你的事嘛 反正他到時候也是被祭典 然後到時候 因為其實很多啦 我們遇過 那個罰單欠缴 三百多張 對啊 對啊 啊名下沒有財產啊 哦 你要強制執行 無法執行 他有沒有去那種 有勞保什麼公保上班的地方 都沒有啊 對啊 所以也扣不到他薪水啊 哦 所以那種 真的拿他弄去掉 就有點難命一條 沒差那種 天啊 那你遇到如果會Nine的這樣的狀況 你們警察真的有時候會當作睁一隻眼 閉一隻眼嗎 就有時候很難講 通常啊 會睁一隻眼 是比較老人家啦 哦 吃這一套這樣子 對啊因為其實有的老人家 可能可能視力沒有很好啊 對 可能稍微違規一下 稍微 比如說能在勸導的範圍內 可以做勸導 但是不能勸導了 基本上還是要開單啊 不然會 不然會違 我們自己會違法 對啊因為你們有密錄器嘛 對 對啊因為你本身 如果今天已經錄到了 他好像不能放他一碼的狀況 還是要看狀況 對啊 因為我自己有遇到類似的情況啊 他們都最後質疑要開是 可能很多其他民眾都在旁邊 對 對我已經把你攔下來了 我不開 那是不是其他民眾就會來抗議說 對 為什麼那個遠景圖利他 對啊 那個叫刑法上圖利罪 對啊 那這就是他的問題 所以我也能理解 對啊 我覺得是有些人會覺得說 啊這警察怎麼都不會網開一面啊 對啊 不人性化 因為現在法律也沒有說真的保護警察 你說真的啦 真的變圖利罪 那個罪很重 對啊 真的喔 對啊 你說不要開 萬一變成圖利罪 那個你要幫我扛嗎 對啊 對啊你有可能就是就直接被被迫離職 對啊 有可能還要去關 就很麻煩了 對啊當警察當時被關呢 曾 對啊 你不要那個該做的工作沒有做到 結果搞到火燒到自己身上這樣子 所以公親便是 確實 那我想問一下 你執行的時候遇過很多奇怪的事件 但有沒有遇過靈異事件呢 靈異事件啊 有沒有聽了會覺得毛毛的 之前遇過一個比較聽說而已啦 我自己本身 可能獅子座 又比較外向 有EFJ 可能自己就覺得 不太信那一套東西 那之前就聽過一個故事 就是我們那邊轄區就發生一個車禍 一個女生她就準備要從中央分隔島上 過馬路 基本上不行嘛 中央分隔島然後跳過馬路 然後喝醉酒 跳下來一台車剛好這樣撞下去 OK就這樣 那車子車速度很快 直接拖著她 沿路大概50公尺才停下來 她沒發現 她有發現 可是來不及煞車 停不下來 速度太快 對 然後就後來同事到現場就發現 哇 那個整個地板 血跡斑斑斑 然後瘴氣什麼 全部丟在路上 我還沒吃晚餐 我天啊 好餓喔 然後後來就聽說啦 後來就有一個去拍照的 見識的學長 然後就去拍照 對 然後現場啊 他就現場要拍完之後 回去 檢查的時候發現 照片 全部都是白色的 拍不到東西 現場他有確認過 他有確認過那個照片啊 是有拍到的 就後來回去之後發現 全照片都是白色的 後來 他晚上還做夢 本來想說要怎麼處理嘛 然後就 晚上他在做夢的時候 就夢到那個女生 就覺得他有冤屈 需要被伸張 他來找他 他來找他 對 他來找他 天啊 等一下 突然想這個 突然想一個聲音 害我一個害怕 死人 那個電話 他鬧鈴突然響 你知道現在還是七月半嗎 我知道啊 有點可怕 因為很可怕 趕快我們把這話帶過 快點繼續 然後啊 他就半夜來找他 就說什麼 他有冤屈要伸張 對 然後後來那個警察 那個同事就 拍照的同事就嚇到 他就趕快去問他們的 小隊長要怎麼處理這樣 然後他就說 這個你趕快去廟裡拜一拜 順便把相機也拿去拜 然後看他有什麼事情 要幫他處理這樣子 後來他就去廟裡 真的去拜 然後就問他 還有什麼事情 需要幫他處理這樣 對 然後但是他去拜完之後 他也沒有得到一個正確的答案 對 可是後來 他把相機拿回去 再做第二次檢查 確認記憶卡的時候 發現照片就出現了 這麼誇張 當下真的毛到不行 他其實也沒有處理什麼事情 對 他後來還是有幫他處理什麼事情 就去拜拜 然後那個照片就自然出現了這樣子 對 然後後來有去問他的家屬啦 為什麼那個女生 就是後面 會有需要事情幫他處理 原來是那個女生啊 那個小孩沒有人照顧啦 喔 天啊 對 所以你 這也就是說 你無法帶入個人情感 到你的案件之中嗎 因為有聽說這個說法 你如果把個人的情感 帶入到案件之中 對 他可能會 他現場 如果你有稍微心懷不軌的話 到現場沒有跟他說 不好意思啊 我就來幫你處理事情 對 啊 後續的話 如果有什麼 呃 狀況的話 請不要責怪我之類 就可能會稍微跟他 講一下 真的會講出來嗎 不會啦 就可能講在心裡 啊那個學長 可能當天沒有講 或是忘記 對 還是稍微會 稍微尊敬一下對方啊 對啊 也是啊 然後就不小心 趁虛而入 對啊 齊二伴講這個 我全身都貓起來 天啊 天啊 我趕快 趕快跳過這一趴 跳過這一趴 跳過這一趴 我想介紹一下 最近我在Netflix上面 看到一個影片 叫地面史 嗯 它是一個日本的影片 瘋川樂師 瘋川樂師主演 嗯 然後他主要是在講詐騙集團 對 利用人頭假冒地主 去賣地 給買家去詐欺他 像這樣的詐欺案件 在台灣來說 詐欺案件真的也非常的猖獗 像我們大美之前 也有被詐騙過 你被詐騙了什麼 我之前被網路詐騙 就是我的帳戶變成是那個人頭戶 哦 對 我當時也是 也是警偵查員 當我查了一年半 嗯 才完全破案 不起訴 哇 那你那時候帳戶 你是有分享出去 還是你有賣東西 還是 分享出去 就變成是新轉戶 哦 對 那有可能 我認知的新轉戶 但是是他們的人頭戶 哦 有可能人家剛好利用 然後我還有交錢哦 你還有交錢 嗯 我變成車手 你變成車手 對 你有去領錢 有 啊沒有把錢交給人家 交給他的那個老闆 那你就是車手啊 我就是車手啊 哈哈哈哈 哈哈 我怎麼跟他現在講那件事情很荒謬 完蛋了完蛋了 所以你根本就是車手 沒有 我不是車手 我是被蒙在那個 哦 鼓里 他不知道自己是車手 對對對 然後想說啊 領錢然後交給老闆 對對對 他沒有主觀犯意 可是你有抽成嗎 當然沒有啊 你確定沒有拿點空 你確定沒有使用嗎 有的話 有啦有啊 你有抽成啊 你的薪資啊 哦一千五一天一千五 好那就是抽成 但是後來就這樣講過之後 法官就判定就是 我不知情 就判你不知情就對了 對不起說 我當時搞滿舊的 這種蠻多會起訴的 我現在來講 真的 對啊 大家都要有這個正常的認知 你的帳戶不要隨便交給別人 甚至交給別人之後 你不要用你的帳戶自己去領錢 有可能對你會變詐騙 我這個案子後來會那麼順利 真的是因為 有一兩個警官在幫忙 就是去追查 像你剛剛講的那樣子 去追查上面 我會找到上面的人 找到上面的人 那像這樣的詐騙案件層出不窮 到底我們應該怎麼去防範他 以警察的角度去看 很難去防範說真的 很多種詐騙 現在各類型 尤其現在AI詐騙 一直在換 電話你只要錄音 錄個十秒鐘 他就可以把你的 模擬的聲音出來 OK 你的人臉 只要你有一張照片 他也可以把你的人臉 直接AI到另外一個人的臉上 對啊 對 然後甚至打一些視訊電話 或是打電話來跟你借錢 你根本聽不出來 那個也是10 對啊 而且現在到帳號啊 IG嘛 然後每天都是收到訊息 欸在忙嗎 嗯 OK 可不可以借我5萬塊 借我3萬5萬 對 3萬5萬 但是最普通的啦 因為最常見的就是這種的 最常見的就是這種 可是最好騙也是這種 對啊 確實啊 對 再來就是投資詐騙 哦 投資詐騙現在超夯的 對啊 不知道為什麼 什麼投1萬塊賺2萬塊 然後再你再投2萬塊 再賺10萬塊之類 然後最後你投50萬 哦 全部沒了 就庞氏騙局啊 就沒了 對啊 現在很流行這個東西 對啊 因為大家都想要一步吞天 沒錯 對啊 所以嚴格來說 詐騙你就是不要貪 對 你一貪 你就是要被人家利用 你就被他抓到那個點這樣子 對 像我上次上 沈玉婷的節目嘛 貪念 色念 還有贏念 都不能有 都不能有 對 要不然就很容易被詐騙 啊為什麼色念贏念 愛情詐騙也很常見 哦 那真的很多欸 對啊 臉書隨便放一張很漂亮的妹妹 露個胸部 然後 加好友就開始聊起來 對 超多 我之前就處理到一個滴滴啊 嗯 哦 那已經七八年前 哦 他才那時候二十一歲 對 然後他就來報案 他說齁 剛剛被人家詐騙 因為他有一個臉書 這個一個很正的女生 加他好友 他自己也知道 他知道 然後他們就聊起來 對 可能他們都會放長線 聊了幾天之後 欸 好像可以見面囉 然後女生就跟他約在我們隔壁的國小門口 這樣 對 然後他就在那邊等 等沒多久 突然有一個人打來 嗯 說是他們的那個老闆 對 嗯 就說要跟那個女生見面的話 對 要三千塊 蛤 對啊 保證金啦 就確定他不會把女生帶走這樣 他就信了 他就信了 因為女生還會在旁邊繼續傳訊息嘛 啊 對啦 我們老闆就打給你啊 拜託啦 然後繼續傳照片啊 可能色誘他 嗯 後來他就超商買點數三千 然後拍給人家嘛 那時候很流行買點數 對對對 拍給人家 後來 那為什麼拍給他就沒了 他也沒有把他的序號都給他 對啊 他就拍序號 全部都拍給他 啊通常拍完就直接除啦 對啊 對 然後三千再來 哎 三千老闆就說 哎呦 三千塊不夠 一直加碼 後來另外一個人打來 嗯 自稱齁 那個 某 某幫派的 嗯 爆哥 對對對 每次都爆哥 真的喔 對 每次都說是爆哥 而且爆哥齁 已經知道他家的電話 對 知道他家的地址 對 OK 講到地址齁 他直接嚇撈屁股尿流 一定的 嚇死了 這也報案 對沒有報案 OK 還沒有報案 啊爆哥說 要十萬塊啊 後來他就再去 他就再把他那個存款全部領出來 然後再去買點數 他買一買也發現不夠 嗯 還差七萬 我靠 結果他去哪裡你知道嗎 他把他機車齁 拿去當舖當掉 馬上 馬上拿去當舖 他很怕 真的很怕 他怕死了 怕到行動力超高 行動力超高 真的馬上拿去當舖 直接當 嗯 當完之後 他再繼續買七萬塊 後來 還差一萬 我不覺得爆哥會放過他 對 爆哥就繼續恐嚇他 對啊 就說有你家地址要去你家找你 然後他就 後來他就回去 他就 不是他不是回去 他就後來就打電話 嗯 因為他錢不夠 要跟他哥借 嗯 他哥在電話裡面開始罵他 他說你是白癡 你這白癡喔 九萬塊 可以去五目區玩豆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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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哥哥真的這樣跟他講 真假的 對他哥哥真的跟他這樣講 後來他就被他哥抓了 他哥就叫他直接先來報案 對 然後他哥後來也跑來 對 就跑來派出所 對 然後我們就一起罵他 為什麼那個 你會被那個照片騙 本到不行 到底是怎樣 對 他一到這種情況 他第一時間 他就不應該要匯錢 當然 對吧 你就無視他 其實你的個資 早就滿天飛了 對啊 早就滿天飛 早就不知道從哪裡泄露出去 沒錯 對 所以其實他知道你地址 他根本不會去找你 對啊 他根本不敢去找你 因為其實 你要去騙 騙不到這個 他去騙下一個就好啦 對啊 他如果去找你 你可能會涉犯什麼 恐嚇啊 有人勒索啊 欸 那個刑署可能更重 對 詐騙的話 對 詐騙就只有詐欺而已 不過現在打詐釋法通過啦 對 通過之後 刑署會更重 對對對 如果你騙越多錢 對 那個刑罰會更重 這樣 他只要去管詐欺這件事情就好啦 他不用去扛其他的東西 對啊 所以第一時間被 如果你也有遇到這樣的狀況 不要匯錢給他 基本上你就是不要匯錢 對 OK 不要信任他 對 不要點擊陌生連結 對 不要給個資 對 這叫打那個詐騙事故 詐騙事故 OK OK 學到了學到了 沒錯沒錯 就這被詐騙了 好 那我們這集時間差不多了 感謝我們阿記警官跟我們分享 這麼多這麼精彩的內容 好 希望下一次我們還有機會再來聽 這麼多厲害的案件的內容 有的有的 謝謝大家 那我們今天就到這邊囉 感謝大家收聽 掰掰 感謝收聽我們的節目 如果你喜歡我們節目的話 請幫我們追蹤按訂閱喔 聽完我們的節目之後 是不是更想知道我們的廬山真面目呢 請在IG上搜尋 美事聊 就可以看到囉 掰掰 掰掰 頂起來 拜拜 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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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